大家好,我是李主红 咱们这期课接着讲GP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上一课讲到了一个查看任务 咱们这期课开始讲一个省批任务 前面讲到的是咱们流程列表,任务的列表也拿到了 然后单个任务的详情咱们也可以拿到,看到了 作为一个就是整个的流程环节 你光看是不管用的 就是我们还要做一些操作 这个操作是什么呢?就是省批任务 咱们这个省批任务在前面也讲过 就是咱们做代码里边 包括做好多地方,每个环节,每节课 每一个阶段的课程都要讲到省批任务 那为什么现在还要讲呢? 就是咱们现在讲的是主要是和咱们心理一个样式 心理个这块去迎合一下 咱们看一下咱们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我还是带大家一块去写一下 首先省批一个任务 咱们要看一下从前端开始写 咱们这次从前面开始写 detail页面就是咱们那个查看咱们的任务的 想起一个页面 咱们这块加一个按钮 让它去省批 咱们就叫做 咱们这个页面 就叫通过 咱们就叫通过 然后调用一个pass 咱们叫它pass 一个方法 pass咱们就跟这个完全一样 pass 咱们再看一下 咱们这里边调用方法以后要提交到后台 后台咱们去先写一个要省批的一个方法 咱们去复制以前的一个代码 以前有很多这种代码 就complete其实是 找一个 找一个complete的一个方法 对就这个 咱们就不做那个具体的 不做新的 然后就complete 这块咱们complete里边传一个参数 就是task id 这个task id就写活了 以前咱们都是一个写死的 写到里边的 现在 省批 省批过程中 省批完了以后 咱们也给它和以前一样 和这个 一样 然后让它返回一个 返回一个参数 返回一个变量 给前端 让它去 告诉 颜面 省批成功了 OK 这块 省批就写完了 咱们看一下 然后把参数 然后把参数获取到 然后咱们叫complete点多 获取参数的时候 咱们叫它 咱们这个是一个form 二加克斯submit form的方法 咱们这块看一下 这块 所以说这块不光是要有一个 这些还要必须有一个 把它这个id肯定要提到后台 这样后台才能拿到 拿到这个id 然后咱们还必须用type 必须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咱们head 就是我隐藏的 不让它显示 这块咱们是让它有一个taskid 上后台传过一个taskid来 后台传是从哪传呢 就是咱们这块 以前 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咱们把这个taskid也给它传到前台 咱们以前只传了一个 这个请假的一个实体 咱们现在把它这个id传过来 整个过程就是 咱们看一下整个的过程 就是我要审批这个任务了 就是 首先 进来 拿这个任务的一个详情 详情同时 详情包括 这个任务的一些信息 还有taskid传到前台以后 然后前台以后 前台把它记下来 然后 做审批这个动作 点通过的时候 咱们直接进入后台调的方法 然后 这个时候把这个taskid传过去 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过程 是否写的正确 是否写的正确 用主张 然后查看到我任务 然后点查看 查看 查看这三天任务 这有个通过 咱们点通过的时候 看一下能不能过去 点通过这块 没有过来 咱们看一下 为什么 可能就是有点l有问题 Path is not defined 就是这个方法没有定义 对了 就是咱们后来改了一下这个名称 这原来就OK 咱们叫Path OK 这块咱们重新刷新一下 这大家也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 像这些不动的时候 我必须直接出错的时候 一个要看一下 这个浏览器里边的开发者模式 看一下出什么错的 先通过 还是没有效果 再看看 到那儿define的 还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这个url不对 咱们把这个url也跟原来的一样 然后让他做一个 和上这课的一样 咱们在这课 也给他一个 个路径 这样OK了 咱们看一下 再看一下效果 开发就是这样了 一点一点的去来 不要着急 咱们看一下 OK 短点过来了 它这个ID咱们是去到了 然后 这块后台这些代码也没有爆错 也就说明审批是成功了 这个操作失败是因为咱们一步调用 咱们先把这个去掉 这个url 这个一步调用 首先审批成功了以后 就显而易见 这块也肯定会少一个 刚才那个少了 咱们这次再少一个 让它审批一次 这么叫18003 咱们这次看一下 OK 操作成功 没有问题 18003也没有了 审批成功了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 审批是没有问题的 就审批通过了 咱们这个就是模仿了一个 咱们真实 这个 现场环境中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这个 审批是查看到了以后 任务详情了以后 点通过的时候 在审批这样通过了 这个 做完了以后 咱们就看到了 就是这个审批通过了以后 这个任务没了 任务去哪呢 肯定是到经理了 咱们在经理这边 咱们去配置一下 从经理上边看 看一下这任务 是不是 刚才咱们通过了 两个应该是 咱们看一下 经理这块有没有 咱们 组长 咱们看一下经理 看他的任务 我的任务 咱们叫 又叫经理一 咱们看一下 咱们这样的话 就比较通用了 这就提前出 咱们以前设计的一个 就技巧了 就是我这块 拿经理 看到了 经理拿到这个任务了 同理 咱们做 这块 发现总监 咱们也 也给他来一个 叫总监一 总监一 也能拿到他的任务 这样的话就 总监一 现在是没有任务的 然后经理 然后让他去 通过了以后 他都成功了 咱们看总监这块 应该是有任务的 我看没有问题 总监也有任务了 这个就是咱们 整个的一个过程 我给大家讲完了 就整个就是 我这个 GPPM 去审批任务的 一个整个过程 这是咱们的一个 非常 非常经典的一种方式 也是 员工发起任务 组长 审批 经理审批 到总监审批 经理 然后也可以 总监也可以查看 也可以通过 这种 这就是非常经理 咱们现实环境了 咱们这节课 就讲了一个 审批任务 审批流程这块 咱们这节课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